一人皇子交出了涉嫌性騷 还被爆出在非法网站论坛 创意私房购买未成年私密影像 引起踏伐 民间团体区块链金融技术公司X-Ray 借由解析区块链交易金流方式 试图协助检金找出创意私房 背后不法获利者 12号X-Ray发布调查报告指出 创意私房其实有四个收款钱包 从2021年以来 入账交易比数高达3244次 共收款89万泰达币 若换算台币约有2900万元 而且到这个月7号为止都有入金 一次还有新会员加入 这四个钱包都是 这个不法平台的 这个全职的工作人员 那它非常的不像 一般我们所谓个人的买卖 使用虚拟货币交易层层设立断点 以为能躲避追查 但从区块链可以向上溯源 一路追查到交易所实名资料 就能突破断点 找到是谁付费购买 付款的人跟收款的人 整体都是加害的人 所以像包含是USDT 打进这个收款钱包的 那我们可以用逆着向上看 资金是从哪一些地方打进来的 一次为了规避查气 10号创意私房自行封锁网址 但犯罪行为早已留下痕迹 且王玉从2010年就设立 不法所得恐怕还有更多 监禁于区块链达人联手 要抓出剥削耳少的魔红黑手 只是用黄皮看 你牽扯不到